接下来夜归的妇女要特别注意以下这则新闻了 中山区的德河国小附近出现了一名习凶之狼 两名女学生在深夜结伴返家的途中遇到了色狼 其中一个人遭到了雄暴习凶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了色安的男子 长长的风雨走廊就是色狼伸出魔爪习凶的地点 路口的监视器隐约的拍下 男子出没在这里先对女学生雄暴 习凶之狼会从对象 尾随他们从后面雄暴他 这起男子尾随两名女学生习凶的性骚扰事件 发生在19号深夜 两名女学生结伴返回文明路的宿舍 才刚下件车 走在外侧的女学生突然遭到色狼习凶 它是发生在晚上22点20分的一件性骚扰的案件 其实这位女孩子她是有一个同伴 但是因为事情发生很突然 所以大家可能稍微都吓住了 但是就是这个女孩子也很激进 她就立刻就保安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立刻从附近的找到这个相关的资讯 所以立刻就锁定这号人物 其中一名少女遭到尾随男子雄暴习凶 得逞10秒钟 等到回神过来才大喊有色狼 让对方逃逸而回到现场 民众都说这里到了夜晚就很昏暗 根本不敢走 还有人建议干脆把风雨走廊给拆除 当然没有必要不会走这里 晚上的时候 实际是很不需要 就是很暗啊 夏天还好啦 你冬天的话就是很阴暗啊 又下雨 对不对 所有什么毒品的啊 有时候也会在那边啊 都走在那个暗处很危险啊 如果真的遇到有这样子 你就可以随身把你钥匙圈拿出来 就可以刺他那个要害的地方 但是就是说像这种雄暴案件 其实他发生的很快 那可能你都不及反应 所以其实我觉得当然是结伴同行 然后你尽量就是不要太靠近 那个建筑物的附近 走马路中间一点 警方调阅监视器 锁定年约20岁的瘦高男子 设有重嫌初步坦承犯案 警方也呼吁夜归的妇女 要注意自身安全 也将家派警力巡逻 记者黄少民采访报道